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功夫者,我是本期主讲黄迁 这一期我们来讲讲刀,因为剑在日常生活中不常用 最常见的就是刀具,各种刀,砍刀,大砍刀,小砍刀 那我们就说说刀,那么在刀里面,我们传统武术里面武行有句话 叫做单刀看手,双刀看走 那么单刀看手是啥意思呢?看的是你的护手 就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常用是右手,我们右手持刀 那么我们看的是手,是哪只手,是这只手 你这个单刀用的好不好,并不在于看你这个刀用的劈,砍刺,撩,用的好不好 不在于这些,因为这些是基本功,大家练到一定层次差不了太多 那么好不好看哪呢?看和你的配手的配合,好不好 配合的手叫配手,单刀看手,双刀看走 那么这个配合是,平常我们是怎么运用的呢?来 因为这个虽然是塑料的,但是砍中了也很疼了 而且这个冬天气血不通畅,也很容易受伤 所以我们都慢一点,看得到吧? 往这边走一点点,可以上前一点 好了吗?比如说,它来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要去封逼它这边,让它无法回棍,让它不好回棍 同时,这边可以砍削,也可以看穿刺,都是穿刺完了,这样贴上来 所以呢,再做一次,比如它是棍子先戳我们的 这样刺,甚至可以拉回来,这个给一个环切,环切,切过来,然后刺到腰眼,刺进去 再比如,还是直刺的话,我走到这边,一定要护住它,然后这边斜看,然后再刺 这些方法利用,再来的时候,这边直接到了脖子,拉开就可以了,就成功了 这就是护手,那么双刀看抖,双刀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啊,这就护为配合了,就无所谓护手了 看你选择走哪个方向,看选择哪个方向,一个刀主攻,另外一个刀呢,就要主配合 比如说,比如对方刺过来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走了一个十字架,编个大的刀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跟双手一起砍出来,你看,来的时候,双刀,你看 这样砍出去,看来的时候,然后大家会发现,这里封住它的手腕子 切它手腕子,这边腿下,是血管神经很密集的地方,切开,然后再捅进去,捅它肝脏啊,脾脏啊,这个位置 捅进去,这方如果是劈,劈的话,大家会发现,我是做了什么呢? 现在也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十字啊,你看,打开来的时候 但是我要靠身法步伐走开,靠身法步伐走开,给我赢得一个侧脚,赢得侧脚 这个时候,我的刀一转,大家看这儿,刀一转,刚才是这样的啊,刀一转这边,你看 这个一切割它的手腕子,它的刀就得丢掉 同时这边也切,敲下去啊,然后这边,自己捅 再来的时候,啊,所以呢,双刀的话,基本就封住了一个十字架 就封住了你这个一个防护面,给了一个防护面 那么我们靠身法步伐,给自己的一个角度,错开这个面,来进行打击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方法,所以呢,单刀的话 是要看你的护手用的好不好,那么你的单刀,你的完全看护手用的好的话 你的单刀的造诣就高,那么双刀的话,就因为你双刀啊,五刀换 五刀换你都是觉得很密集的啊,所以基本上来说 基本上来说,就看你的步子走的活不活 你步子走的活的话,用短兵,双刀短兵破长兵 都是有可能的啊,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单刀看护手,双刀就看走 这句话呢,是我们五行里面很多前辈心学总结出来的东西 希望大家能在这方面的能语重视 好,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朋友,欢迎关注更多课程